交通部长林佳龙仔细聆听老前辈指点 现场所有人也竖起耳朵 六号晚间第八节车厢能顺利拖出隧道外 多亏了这位戴蓝色工地帽的老师傅陈永郎 经过他的一个建议跟指导 找对的方法 被林佳龙视为一大功臣 隔天他再度返回现场关心 低调不愿鞠躬 原本第八节车厢毁损严重 幸好听老师傅的建议 得以避免切割车体 改用转向架固定钢铁 工程大概节省了一天的时间 能点出关键 一切都靠今年累月的老经验 那没什么闭关 我们组织年就开始做起来 那是更困难度的事 七十多岁的陈永郎是土生土长的花连人 从世纲左工程四十年目前已经退休 交棒给儿子经营 虽然不是台铁员工 但他说看到国家有难 决定第一时间应务到现场协助 休息时间简单吃了馒头 配运动饮料继续投入救援行列 最后抢收关头老师傅无私贡献经验 灾难中也看见人性的温暖 大家辛苦大家辛苦 三里新闻综合报道 三里新闻